这是一个陌生人的葬礼 女人王贵湘却哭得撕心裂肺 不管死去的对象是人是狗 哭得越惨 红包就能越多 这也是一份外人忌讳 却相当挣钱的职业 哭丧 日上三干 王贵湘才懒懒起床 她随丈夫一起来北京打工 但并没有做过正经工作 两人住在一所廉价的大杂院里 大杂院又挤又乱 脏乱差混迹其间 毫无私人空间可言 王贵湘早就适应了这种生活 一线收拾停档后 王贵湘便熟门熟路地走进一户人家 在这里 她花钱租下了一个孩子 她一直靠卖油色光碟赚点小钱 为防民警盯上 她需要抱个孩子做掩护 大街上 王贵湘偷偷吆喝 一边哄孩子 一边招揽生意 附近的大喇叭里 放着今天是个好日子 既热闹又喜庆 可王贵湘却被折腾得心里焦脆 好日子离她太遥远了 骂火了一个上午 王贵湘终于遇到了一个买主 可刚讲完假 便听到警报声 王贵湘一把抢过钱 抱着孩子就钻进了小路 眼看没了危险 她坐下休息 谁知又被路过的两个明星 逮个正着 王贵湘又是鞠躬又是保证 总算没被抓进警局 只可惜满满一袋光碟 全被没收了去 王贵湘没法再做生意 只好灰头土脸地抱孩子回家 她想把孩子归还原主 谁知那户人家进门窗紧锁 像是丢下了孩子这个包袱 跑路了 到了家里 王贵湘也没有得到丝毫安慰 早上时 她叮嘱丈夫出去干活 不要整天搓麻将 可丈夫还是死心不改 王贵湘心里委屈 她一个人在外拼死拼活挣钱 丈夫却逍遥自在 输光了钱 还舔着脸向她要 但此时的王贵湘没功夫吵架 她急着问丈夫 孩子的父母有没有来家里要人 听到否定答案后 王贵湘又立马抱了孩子返回 这一次 她打听到 那我人家搬走了 这孩子是铁了心不要了 王贵湘没了办法 只好又带着孩子回家 半路上 她碰到一群人追着丈夫跑过 原来丈夫打麻将输了钱 听对方要拿王贵湘赔税抵债 丈夫立马牛脾气上来 把人眼睛打伤了 生活的终极在一天之内接踵而至 王贵湘还没来得及处理眼前的孩子 丈夫又因为伤人入狱 这下 北京再也待不下去 王贵湘只要抱着孩子回到乡下老家 半路上 她还被受害着家属追着讨债 不过就这 王贵湘也不抱怨 不丧气 眼下 带着孩子 王贵湘需要尽快挣钱 她先去指花店找老乡好 结果发现对方已经结婚 她又去找之前工作过的剧团 可剧团也已经解散 幸好老乡好对她旧情未了 不时找她优惠 王贵湘暂时得到精神依靠 孩子也被老乡好 找了户靠谱的人家收养 如此一来 王贵湘只剩下经济问题 悬而未决 这天 被丈夫捅上眼睛的受害者 及其家属上门讨债 听对方开口就要九千块 王贵湘双手一摊也开始耍赖 没钱怎么还 听对方耍赖在她家 准备死磕 王贵湘也直接扯开嗓子 开始好 苦难的生活 早已磨掉了她的羞耻与体面 她敢哭敢叫 敢说敢骂 连卖惨都带着一副 歇斯底里的泼辣劲 对方一见这架势 也有些扛不住 最终撂下了狠话 便匆匆离去 王贵湘这一毫不仅 胡走了债主 也使得老乡好灵机一动 替王贵湘找了一份工作 哭丧 原来 按照当地风俗 人死后需要家人哭丧送葬 葬礼办得越隆重 哭声越惨 说明子孙越是孝顺 但很多家属自己哭不出来 就需要找人哭丧 老乡好发现 王贵湘又会哭又会唱 正好可以干这行 再加上他的纸花店 干了这么多年 不管是医院还是火葬厂 都认识不少人 只要两头一交接 他就可以揽到不少生意 两人说干就干 老乡好立马四处拉关系 沟通渠道 很快 他就给王贵湘拉了一单 可王贵湘也是第一次干这个 不仅哭得太假 唱得次还是剧团里学来的秘密之音 主家一听立马跳脚 直接把王贵湘轰了出去 回去之后 王贵湘开始发愤图强 他跟着录音带又哭又唱 学好之后 就跑到户外自行演练 邻居们听到动静 偷偷嚼舌根 他们怀疑王贵湘在北京做皮肉生意 可看到王贵湘孤苦伶仃 又觉得这个女人也是个可怜人 王贵湘对这些风言风语也没放在心上 生活已经逼得他只学会了务实 享受情人的温存 挣到能填饱肚子的钞票 这就够了 这天 王贵湘终于又接到一单 他盛装出席 披挂上阵 主家看到他会唱会跳 嗓子又格外响亮 当下决定顾他唱唱三天 可第一天下来 王贵湘的嗓子就哑了 老想好心中疼惜 想替他把活儿推掉 可王贵湘却咬着牙坚持下来 他打听到 丈夫出狱需要一万元活动经费 他必须赶紧把钱凑齐 赚到第一桶金后 王贵湘就立马来到监狱探监 和丈夫结婚三年 他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 可现在 看到丈夫瘦了一圈 他还是忍不住偷偷抹泪 丈夫也不关心王贵湘怎么生活 只是苦苦哀求妻子 想办法把他弄出去 为了救出丈夫 王贵湘哭得越发卖力 加上老相好的人脉和宣传力度 王贵湘很快就成为了 民生在外的哭丧红人 他成了人们口中的王仪 出门也开始车接车送 王贵湘根据哭丧程度 也制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 地段位的有四邻不安 差不多的有三日绕梁 最高的有天崩地裂 倾盆大雨 很多人为了撑场面 博个孝子贤孙的名头 都舍得花钱买这样高段位的哭丧 好像王贵湘这一哭 就能抹掉他们不孝的事实 对此 王贵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给什么样的价钱 他就哭什么水准 就算是条狗 他也该哭照哭 该唱照唱 不过就这 还有人偷奸耍滑 有的想偷偷延长哭丧时间 有的想办完事就可扣工钱 遇到这种人 王贵湘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 他时时刻刻掐着时间 一到点就走人 那些扣太工钱的 他就在门口大闹 不给钱就打架 反正不能让自己吃亏 靠着这股风风火火的尽头 王贵湘很快就挣够了一万元 他觉得你先把五千元还给受害人 剩下的五千元用来保释丈夫 可到了受害人家里 王贵湘却得知 受害人已经和妻子离婚 本人也去了北京谋生 王贵湘只好又去监狱保释丈夫 他拿出五千元贿赂监狱长 可监狱长话里话外的另有所求 王贵湘心思玲珑 直接就脱衣服 监狱长嘴上言语不能这样 可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 立马把门关上了 经此一事 丈夫出于指日可待 王贵湘回去之后 又特意把那个送出去的孩子 接出来逛街 他带着孩子去饭店吃了一顿好饭 晚事后 又给孩子买了一身新衣 原本 这对他来说多少算是快活的一天 可半路上 他被老相好的媳妇旧主 骂出的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可王贵湘毫不逊色 把孩子交给路人后 也扯开嗓子回骂 两个破烂的女人撕破脸 互相谩骂 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路人指指点点 却没人敢上前阻挡 最后还是老相好及时出现 强行把媳妇拉回了家 王贵湘独自留在原地 心中委屈 这事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可老相好尽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 事后 闺蜜劝他 还是一个人过洒脱点 想吃就吃 想玩就玩 感情这样的事 一旦当真了 就完了 王贵湘数着大把钞票不置可否 不管是不成器的丈夫 还是不属于自己的情人 他都是真心相待 可现在 他只能用钱来填补自己的空虚 第二天 王贵湘再去奔丧路上 接到一个电话后 立马掉头回家 原来两个警察上门拜访 王贵湘以为丈夫出来了 回家一听 才了解到 丈夫三天前越狱逃跑 面对警方追捕 丈夫竟然上前抢枪 结果 警察在争斗时失手开枪 打死了丈夫 王贵湘听完 面色如常 面对警察递上来的死亡确认书 他居然也像面对普通小事一样 举止自若 可警察刚走 王贵湘突然变得空洞起来 老乡好安慰他 想哭就哭 可王贵湘却觉得 没什么好哭的 他之所以感到空虚 只是突然觉得如释重负 他大胆开口 想让老乡好娶他 可老乡好却眼神闪躲 他喜欢归喜欢 但最多不过是玩玩 王贵湘突然觉得心寒 可归根到底 一开始 他也只是玩玩 而当初 也是因为他心高气傲 抛弃老乡好 执意嫁给丈夫 以为这样就能在北京 闯出一番天地 可结果 却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两件大事尘埃落定 王贵湘急往往地提起行头 又去哭丧 葬礼上 王贵湘伴着悲凉的二呼声 唱着唱着就哭了起来 主下婆亲戚们 看他哭得动情又感人 都不断递上红包 可这如小山堆积般的红包 突然变得轻飘飘的 不值一提 王贵湘情不自禁地丢下红包 无嘴痛哭 这些年 他活出脸不要 拼了命地挣钱 为的也不过是留住那 不堪考验的爱情 可兜兜转转下来 终究还是百忙活一场 他那颗滚烫的心 曾是那样百毒不侵 贫穷压不垮 流言困不住 不管多大打击 总能斗志昂扬 但此刻 这个心情像散落在地下的红包一样 既刺眼而又廉价 恐怕除了他自己 再也不会有人在乎 呼吸的女人是导演刘斌健 继男男女女后 对竞技题材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因为批判矛头直指愚昧的丧脏风俗 及其衍生的荒诞笑文化 导致他国内开花国外乡 虽然没有打开国内市场 却在国外名声大造 获奖无数 影片女演员 甚至获得了中国女演员 迄今为止 无人能及的嘎那殊荣 而说回电影本身 其隐性的文化批判 更是令人深省 看似突兀 实在随处可见 导演用近乎纪录片的朴实风格 加王贵向这个底层 女性的生活与挣扎 以一种克制而又诙谐的方式 加以曝光 这是一个泼辣世俗 却偷着一股子真诚的美丽女性 她生长于落后山区 却有着不保守的人生观念 在北京 她敢抛头露面 卖有色光碟 在老家 她敢在丈夫出狱后 就和情人初双入对 但这帮开放的背后 她依旧循规蹈矩地尊崇着 女性从艺而终的传统观念 所以 即便丈夫好吃懒做 她也没有离婚 即使丈夫被捕入狱 她还是想办法挣钱搭救 直到丈夫死后 她看似坚定 实在还是以一种试探的方式 向老三好提出要求 这使得她 带着不是奔向新生活的美好与期盼 反而有一种破干子破摔的决绝 这是她对从一而终的一次怯生生反抗 但最终 她还是失败了 在陌生人的葬礼上 她哭得撕心裂肺 这是对自己命运的哀怜 也是对女性整体命运的血泪控诉 她一生所求 也不过是吃喝无忧 有男人可以依靠的小小幸福而已 可这都像泡沫一般 刚刚升起 就随机破灭 她使劲浑身解数 还是抓不到 留不住 只剩下一腔痛哭 尽情发泄 除此之外 导演还见影片传达了自己对死亡和生存的理解 不孝子孙 只要能花大价钱大半丧礼 过往劣迹几乎烟消云散 两千多年形成的校文化 在现代物欲横流的冲击下 已经单薄成了一种 用金钱衡量的物质形式 既粗暴又丑陋 人们讲求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当一个人 一代人 连自己家的老人都不能真心相待 那部分社会道德的沦丧 也就指日可待 同时 在又无有以及人之又这一点上 导演也给予了无情批判 穷人父母生而不养 导致孩子被无情抛弃 这看似是穷人的生存困境 情有可原 可说到底 还是道德缺失 人性沦丧 是不负责任的自私行径 这些都是导演冒险拍下这部电影的 又一番良苦用心 屏幕跟前的你 感受到了吗 一目实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